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 他的名字叫做陆琴 今年56岁 陆琴啊 她从小就是她的奶奶 抚养长大的 所以说奶奶啊 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的人了 但是陆琴至今甚至记得 在她10岁的那一年 她第一次见到奶奶的哭 而且奶奶哭得特别的厉害 那一天可把她给吓坏了 有一次我放学回来 那因为我的爸爸不在当地工作 那么我妈妈呢也没回家 我们就找奶奶 怎么还没给我们做饭 我就去找 但是奶奶不在家 后来我就到我们家里 边上一个草多的旁边 听到那边有哭声 我奶奶就是 摸着那个银桌子在喊 她说大铃子 妈妈好想你 你把妈妈带去吧 然后她喊过大铃子之后 她又喊帐号 那时候是冬天很冷 外面的风很大 我奶奶就是这样子一遍一遍的 摸着桌子在喊我舅舅的名字 奶奶摸着银桌子 喊着舅舅的名字 听到这儿 您可能有点糊涂了 不对呀 奶奶 舅舅 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奶奶为什么会哭着想舅舅呢 我的奶奶呢 其实也是我的外婆 我的奶奶没有儿子 那我妈妈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就结婚以后 就是跟我爸爸 一直住在 跟我外婆住在一起 是照顾我外婆 所以我们一直叫外婆 叫奶奶 我们就习惯了 这么一说 大家就明白了吧 奶奶呢 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老了 因为她没有儿子 又一直呢 和陆琴一家生活在一起 所以啊 从小起 陆琴呢 就喊她奶奶 今天呢 陆琴要来寻找的 就是张豪的目的 张豪呢 就是奶奶一直在说的 唯一的儿子 那么奶奶想念她的时候 为什么会一直摸着一副 银桌子呢 从我祭司起 我就特别注意到 我奶奶手上有一堆银桌子 戴在她手上 已经磨得闪闪发光了 但是这个银桌子呢 因为在当时来说 还是很珍贵的 就是银桌子 它是那种麻花式的 两股拧在一起的 我奶奶呢 就是说两个带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就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会 我们这样一个贫穷的家庭 会有银桌子呢 陆琴的家在江苏盐城 在陆琴的记忆里啊 十岁之前 她一直不知道 自己是有一个舅舅的 只知道奶奶下面呢 是有三个女儿 是她的大姨 二姨 还有她的妈妈 陆琴从小呢 和奶奶生活在一起 因为她性格外向 特别嘴甜啊 所以从小啊 陆琴就觉得 自己是奶奶最爱的孩子 那时候北米饭都不是很多啊 都要跟杂粮一起吃 你知道吗 那我奶奶身体不好的时候 她会 就会家里会给她 做一点北米饭吃 那她就会 用一个北米饭 手 就是这样子 累紧了一个饭团 她以前那个衣服啊 她是这样子拉过来的 这边是开紧的 开紧是在边上 然后她抓了以后 就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偷偷地过去 把这个给你 不要给他们看到 我真的是偷偷地吃完以后 再跟他们炫耀 我今天吃了米饭团 奶奶给我的 你们都没有 但是他们也会说我吹牛什么的 也不一定相信 但是我告诉他们 真的很好吃 很香的 在奶奶的爱护下 杜琴无忧无虑地长大 直到十岁那年 奶奶的痛哭 让她大吃一惊 她这才知道 奶奶如此伤心 嘴里喊着的张豪 究竟是谁 我奶奶告诉我们 你们实际上是有一个舅舅的 跟我们在说舅舅的时候 真的是满脸之好 她说你的舅舅 长得很体面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帅 她说你舅舅长得很体面 她说虽然钩子不是很高 但是她长得很好看 白白的像北面书生一样的 你的舅舅文化也很高 抗日大学毕业 这样陆琴才知道 奶奶原本是有四个孩子的 而最年长的就是这个儿子 也就是她哭喊的张豪 小名叫做大林子 而陆琴应该管张豪 叫做舅舅爱大舅 可是这位上过抗日大学的舅舅 现在在哪呢 我奶奶告诉我们 我舅舅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他的叔叔也就是我的二外公 是在外面教书 然后我舅舅很小就跟我二外公出去读书了 那么在读书的过程中呢 他集出的外面的世界很多 当他到17岁的时候 他就一个人去直接去 当时抗日大学五分校 在我们江苏沿城 他瞒着家里的人 就到了这个抗日大学去读书 那么我奶奶不知道 其实从那一走也就是绝别了 然后有一次就是 抗日大学奔赴前线的时候 路过奶奶住的村庄的时候 是夜里面 夜里面部队走过的时候 走过了我奶奶家的门口 但是我舅舅没有回来 只是刚好在夜里面 有一位老乡遇到了 他就告诉老乡 请跟我的父母说一声 我去前线了 奶奶很清楚地记得 舅舅参军是在1941年 当时也正是抗日战争 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 当年呢 舅舅18岁 很年轻 他是以抗日大学生的身份 奔赴抗日一线作战 而临行前 他甚至没有来得及 和他的妈妈告别 时间就在硝烟炮火 以及一位母亲的思念中 慢慢地过去 七年 七年里 家里呢会断断续续地 收到舅舅张豪 在前线的一些消息 那个时候呢 他还好 而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呢 他又投身到了 解放战争的事业当中 大概是几年之后 我的舅舅在部队 发电报回来 发电报回来呢 我奶奶就知道他 家里人知道他在天津 但是呢 前一年 我舅舅的爷爷去世 第二年 我的外公去世 但是呢 当地的风速呢 就是父亲去世 一定要等他的儿子 剪一小撮头发 放在棺材里面 才可以把那个棺材 钉上钉子 我们那个地方叫做封钉 那我舅舅是唯一的儿子 我外公去世 就不能够入土 然后家里就发电报 告诉他 你的父亲去世 等你回来封钉 因为对当时他们来讲 这件事情是天大的事情 所以呢 我舅舅就发电报回来 他说 我们已经打胜了 第一仗 第二仗 这是第三仗 如果我们再打胜 我就回来给我父亲封钉 然后呢 让我的父亲先玄奘 玄奘在墓地里面 那所谓的玄奘呢 就是棺材呢 不落地 在棺材下面四个脚 用砖头垫着 就用这个砖头垫在下面 上面盛一层薄薄的土 然后呢 就是等他的儿子回来 再把这个打开 然后剪一串头发进去以后 才可以把棺材定起来 把下面的砖头拿掉 那个就叫入土为安 所以说一直等 等了差不多一年 全国都解放了 那这时候 我奶奶还是没有等到 1949年 新中国成立了 奶奶更加的急迫 等待舅舅回家 她呀已经八年 没有见过自己唯一的儿子了 奶奶心里想的都是 张豪 你在哪呢 这时候 乡里面有一个乡长 他知道我舅舅在参军 然后呢 报纸上面就登了 这个律师的名单 有张豪 然后奶奶看到这个 报纸上面登了自己的唯一的儿子 已经牺牲了消息 这时候我奶奶拿着报纸当场就扣运了过去 然后他就把包纸当场就扣运了 然后他就把包纸拿到县里的民政局 去经过核实以后他就办了李淑贞 我的奶奶奶是带着这个李淑贞 到我爷爷的墨地上面去 告诉我爷爷 你 你的儿子大龙子 你 你的儿子大龙子 他也回不来了 不能给你封定了 然后稍后 让我的唐舅舅 剪一笑出头发 代替放到我外公的棺材里面 再把我外公真正的入土为安 这些事情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奶奶讲给我听 讲的时候 她真的把我们几个 包括我妈妈 还是讲哭了 大家一起在哭 1949年 奶奶得到了 舅舅牺牲的消息 她唯一的儿子 牺牲在了战场上 当然奶奶非常的伤心 不过她也非常的骄傲 那个时候啊 爷爷去世了 舅舅又牺牲了 奶奶一个人 扛起了抚养三个女儿的 生活重担 我奶奶就一个人 领着三个女儿 艰难地过日子 说实话非常非常艰难 家里没有一个男孩子 连水 挑水都很很难 他是弄一个桶 到河里面去拎 他挑不动 就是去拎 拎了拎回来 在路上 就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 就把腰给摔断了 然后在床上 足足地躺了半年 不能动 后来他站的时候 他的腰都是弯的 他不能干生活的 但是呢 说实话 政府那时候 对我的外婆 我的妈妈 我的奥姨 是有很大的照顾 每年呢 就是有粮食 我奶奶呢 还有一笔 每个月都有 复习经 给我奶奶 然后我的妈妈呢 和我的奥姨 都是政府呢 免费 就是读书 我们出生的时候 那时候 我还是在 奶奶住的房子里面 就是 还是政府 就是当地的政府 给奶奶造的房子 三个女儿 在奶奶的辛苦抚养中 不断地长大 她们读书 成家 也都有了自己的下一代 在路情的印象中啊 奶奶非常的勤劳 她是勤劳 勇敢地代名词 其实那时候 我们老家的时候 有零下十几度早上 但是她总是在 五点钟左右 她就起床 给我们磨这个豆浆 磨好豆浆以后呢 放在锅里面煮 把那个红薯 要洗干净 剁碎 以后跟豆浆一起煮 每次我们大概是 六点钟起床的时候 我们要上学 我们就能吃一碗 热乎乎的 这样的豆浆煮红薯 这是我小时候 最深刻的记忆 奶奶是一个勤劳 简朴坚强的女人 在路情的记忆当中啊 她记得奶奶 唯一一次失声痛哭 就是发生在 她十岁的时候的那一次 长大之后 她才知道 在奶奶一直坚强的外表下 原来啊 还有那么一个角落 隐藏着她最深的痛苦和思念 那我奶奶告诉我 我叫她站好 她会听到 她妈妈在叫她 我现在就是 每次想起来这句话 我还是 我会觉得 特别的伤心 其实奶奶她没有什么文化 她不会表达 但是她哭的时候 那种撕心吏肺的声音 我到现在 我都会记得清楚 我就看她经常 摸着银桌子 脸上是 很伤心的那种表情 那时候还小 不太明白 这个银桌子 对于我奶奶的意义 那我奶奶就告诉我 这个银桌子 是你的舅舅 参军 参军之前 给她订婚的 给女方的一个礼品 在舅舅牺牲后 女方就把这袋银桌子 推还回来了 推还给我奶奶了 那么我奶奶呢 就一直戴在手上 特别珍贵 舅舅在奶奶的记忆里 就这样永远定格了 定格在了18岁 而奶奶手腕上的银桌子 也负着一位母亲 对儿子最深的思念 然后呢 我们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记得最清楚 就是我们每一个 清明节 我们都要自己 守折那个 白花 带在胸前 去历史林园 那么我舅舅 既然是历史 我就想 我的舅舅 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就会跟我同学 自豪地说 真的我就觉得很自豪 我的舅舅 就在这个里面 我们的那些同学 小伙伴 看我的时候 也是一脸的 就是崇拜的眼神 看着我 我奶奶她知道 她告诉我 你舅舅不在那个里面 你舅舅在天津 杨柳清镇 你的舅舅是 解放天津 杨柳清镇的时候 牺牲的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天津杨柳清镇 这个地名 就深深地 刻在我们的脑海中 虽然我们很小 不知道天津在哪儿 但是我们知道 天津杨柳清镇 是我舅舅牺牲的地方 1985年 奶奶去世了 享年81岁 临终前 奶奶最放不下的 还是舅舅 是杨柳清 奶奶去世 陆清一家人 都非常地伤心 从此 奶奶的坚强的形象 和她随身携带的银镯子 也一起成为了 他们家人 永远的回忆 所以那时候 她就觉得 我自己不太行的时候 就发电报 让我的二姨 回来 我奶奶跟我二姨 和妈妈说 你们以后 要去找你大哥 到天津杨柳清镇去 你大哥在那里 你们要把他带回来 我舅舅在他的心目中 是不可取代的 他一辈子 无时无刻 没有忘记过我舅舅 能够尽早实现奶奶的心愿 找到舅舅的下落 这也成为了 陆清一家人 最重要的事情 陆清长大之后 也曾经带着母亲 踏上去 杨柳清的 寻亲之路 后来他们告诉我 杨柳清镇的历史林园 现在叫西津区历史林园 那下车以后 我们直接就买了一束菊花 打了一个地 到西津区的历史林园 他们当时告诉我 我们经过查询 没有我们的历史林园 没有一位叫张豪的历史 当时我的妈妈就哭了 后来工作人员跟我们说 平静战役纪念馆 那边有一位一个名路墙 历史名路墙 上面详细地记载了 这个各地各省历史名字 然后我们就直奔江苏省 滨海县 那一块就找 结果到那边 江苏省滨海县上面 只有一位王姓的历史 在墙上 没有我舅舅 那我们在想 会不会有可能 把我舅舅的名字 弄到其他的省份 然后我们娘三个 我们就从最开始 一个一个一个省 一个市一个县 这样子找过去 就是整个墙里面几千人 没有一个叫张豪的 没有一个 所以我们当时说实话 站在墙前我们真的心 落到了国底 爺杨柳青的烈士林园里 没有找到舅舅的名字 那么舅舅到底牺牲在哪儿了呢 我们还有没有机会 找到他 安葬他呢 最近几年啊 陆琴的大姨和二姨 也相继过世了 陆琴的母亲身体也大不如前了 那么陆琴到底能不能找到舅舅 完成奶奶的遗愿 完成这一家人的心愿呢 接到了他们的寻人求助之后呢 我们也第一时间分析线索 展开寻找 根据陆琴提供的线索 我们得知 他的舅舅张豪烈士 是江苏省延城市滨海县人 大概是在1948年前后 是牺牲在了天津 于是我们也是尽快联系了 江苏省延城市滨海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 帮助展开寻找 接到求助后 我们立即展开调查 根据张豪烈士的 历史证明书上的信息 我们先查询了 我们手中怪于盖部队的史料 但是没有张豪历史的信息 之后 我们又联系了 原1154北货战区母女帮助查询 对我奶奶讲的话 我舅舅在他的心目中 是不可取代的 事实上是不可取代的 中国人的文化 原因在自明文化 不能发生 根据 哥哥我是你妹妹 妹妹想你啊 对我奶奶讲的话 我舅舅在她的心目中 是不可取代的 我舅舅在她的心目中 我是你妹妹 妹妹想你啊 张阿姨 很热恨地告诉你 张浩里斯的目的 我还没有找到 不哭呢 大姨 陆女士 我今天呢 还给你们带来一个消息 张浩里斯 生前部队 事实上啊 从我到了 张浩里斯 十分的经过 十五日一时许 五连与三五妖团三连 会攻青年会大楼 三五妖团宣传鼓掌张浩 牺牲 战斗打响时 才发现她拎着一支冲锋枪跑了过来 要她随迎不走 她不听 跟着三连冲了上去 被楼下敌人按火力点的机枪 打倒的 宣传鼓掌张浩 江苏严成人 当过连队宣传员 机关干事 是个有棱有角的小青年 非常聪明 我们帮助你 找到了你哥哥 私生的地方 这是舅舅牺牲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根据江苏滨海县 推议军人事务部门 找到的资料 我们得知 张浩烈士当年 非常聪明 她爱说爱笑 有几分天不怕地不怕的尽头 很遗憾 她是在1949年的1月15号 在解放天津的战役当中 英勇作战 最终是在天津 青年会大楼附近牺牲的 虽然暂时 我们没有找到 张浩烈士的墓地 但是通过寻找 我们了解到了 张浩烈士生前 更多的一些情况 在这儿呢 我们也会继续寻找下去 希望能够早日完成 这一家人 跨越了70余年的喜悦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来关注英烈 早日帮助他们 魂归孤立 寻找到了